大家好,欢迎到Sysmandering来 今天我们会讲故事,学中文 讲故事,学中文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 烂鱼冲树 烂鱼冲树 烂 烂就是假的 鱼 鱼是一种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 有点像现在的笛子 好,烂鱼就是一个不会吹鱼的人来吹鱼 就是烂鱼 冲树 冲树 树就是人数的意思 来冲树 凑树 比如,如果我需要有五个人来吹鱼 现在找到四个人 那么我就需要再找到一个人来冲树 我会讲一下故事里每一句话的意思 然后我们会读一遍故事,没有拼音 最后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战国时期 非常喜欢 他特别喜欢听人吹鱼 好,他们在吹鱼 我们用吹这个动词 吹鱼 齐宣王呢 他喜欢听人吹鱼 好,他有一支三百人的吹鱼乐队 他有一支三百人的吹鱼乐队 好,那他有一支 支我们可以用来说乐队 一支乐队 这支乐队有三百个人 是一个很多人的乐队 很大的乐队 常常叫这三百个乐队 一起合奏给他听 常常叫这三百个乐队 一起合奏给他听 好,那齐宣王 他常常叫这三百个乐队 乐队就是乐师 这些吹笛字的人 我们可以叫他乐公或者乐师 好,常常叫这三百个乐公 一起合奏给他听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合奏 合奏 好,合就是一起的意思 奏 奏就是演奏 一起演奏 就是合奏 好,所以他常常叫这三百个乐公 一起吹鱼给他听 这些乐队的乐公 都非常善于吹鱼 这些乐队的乐公 都非常善于吹鱼 好,那我们看这些 这个是用来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 这些 好,这些乐队的乐公 都非常善于吹鱼 他们很善于吹鱼 他们吹鱼吹得特别的好听 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那这些乐公呢 他们拥有特别优厚 特别就是非常 非常优厚的待遇 就是非常好的待遇 我们来看一下 待遇 待遇 待遇也可以说是工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待遇 待遇 这个公司的待遇不错 这个公司的待遇不错 这些乐队的乐公 都非常善于吹鱼 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当时 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姓南郭 当时 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姓南郭 好,那当时 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游手好闲 好,我们来看一下 游手好闲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游手好闲 他总是游手好闲 不愿意做任何事情 他总是游手好闲 不愿意做任何事情 好,当时 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游手好闲 南郭先生 游手好 游手好闲 他有一个嗜好 是阅读小说 他有一个嗜好 是阅读小说 阅读就是读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说看 读小说或者看小说 阅读小说 好,他有一个嗜好 是阅读小说 齐宣王有这种嗜好 齐宣王的嗜好是 他喜欢听人吹鱼 而且是 大家一起合奏给他听 就一心想混进乐队 就一心想混进乐队 好,南郭先生 他听说 齐宣王有这种嗜好 就一心想混进乐队 好,一心 一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一心 一心 他一心想考入这所大学 他一心想考入这所大学 好,我们用所 来说大学 这所大学 好,他一心 他只想考入这所大学 他一心想考入这所大学 就一心想混进乐队 好,混进 进就是进入 参加这个乐队 进入这个乐队 于是设法求见宣王 向宣王吹嘘自己 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 于是 设法求见宣王 向宣王吹嘘 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 好,那于是呢 南郭先生 就设法 设法就是想办法 想一切的办法 求见 请求 求就是请求 见就是和宣王见面 求见 好,求见宣王 向宣王吹嘘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吹嘘 吹嘘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吹嘘 他常常吹嘘 他的求计 他常常吹嘘 他的求计 就是说他的求计 非常非常的好 向宣王 向宣王吹嘘 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了不起 了不起 好,那这个了 在这里 发音是 了 了不起 了不起就是非常非常好 特别好 他告诉宣王说 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 最后 他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成为了乐队中的一员 最后 他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成为了乐队中的一员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 他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我们来看一下 博得谁的欢心 博得谁的欢心 就是齐宣王相信了南郭先生的话 而且非常喜欢他 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成为了乐队中的一员 所以呢 齐宣王就同意 让南郭先生也参加这个乐队 加入这个乐队 好,所以南郭先生 也是这个里面的一员 就是一个人 其中的一个人 好,最后 他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成为了乐队中的一员 可笑的是 这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鱼 可笑的是 这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鱼 好,那可笑 可笑就是非常好笑 可笑的是 这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鱼 他根本不会吹鱼 也成为了乐队的一员 这个非常的可笑 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 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 好,每当 每就是每一次 每一次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 吹奏就是演奏 因为他们是一起 所以呢,也可以说合奏 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 他就混在队伍里面 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他就混在队伍里面 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好,那南郭先生呢 他就混在队伍里面 好,混在队伍里面 这个队伍就是这个乐队 混在里面 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 其他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其他 其他 其他同学都来了 但是他还没来 其他同学都来了 但是他还没来 好,其他就是别的 好,其他同学就是别的同学 我们可以说其他同学 也可以说其他的同学 都可以 好,其他同学都来了 但是他还没来 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好,学就是模仿的意思 模仿 就是别人做什么 他也做什么 好,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好,我们也可以说其他的乐工 其他乐工 这个乐工也可以说乐师 好,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装模做样的 在那里吹奏 装模做样的 在那里吹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装模做样 装模做样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装模做样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她马上装模做样的 做起功课 妈妈回来了 她马上装模做样的 做起功课 她只是做给妈妈看 好,所以我们说装模做样 装模做样的 在那里吹奏 好,因为南郭先生 他不会吹鱼 所以他只能装模做样的 在那里吹奏 就这样 南郭先生 滥鱼冲树 混了好几年 就这样 南郭先生 滥鱼冲树 混了好几年 那南郭先生 滥鱼冲树 就是 他不会吹鱼 但是呢 他在里面吹鱼 来冲树 混了好几年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混 我们经常会说 混日子 混日子 好,那混了好几年 好几 就是a few的意思 所以好几年 和其他月宫一样 领到一份优厚的待遇 过着舒适的生活 和其他月宫一样 领到一份优厚的待遇 过着舒适的生活 好,和其他月宫一样 就是其他就是别的 和别的月宫一样 领到一份优厚的待遇 领到就是收到拿到 一份优厚的待遇 我们可以用份来说待遇 一份待遇 优厚就是很好的 一份很好的待遇 一份优厚的待遇 过着舒适的生活 好,舒适 舒就是舒服 非常舒适 非常舒服的生活 后来 齐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 齐宣王继位 他的儿子齐宣王继位 后来 齐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齐宣王继位 好,齐宣王死了 就是齐宣王去世了 那他的儿子齐宣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是明 整个这个字 整个这个字是明 齐宣王继位 继位就是登上王位 继承王位 好,后来齐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齐宣王继位 闽王同样爱听吹语 但只有一点不同 闽王同样爱听吹语 就是他同样和齐宣王一样 爱听人吹语 但只有一点不同 但就是但是 但是只有一点不同 不同就是不一样 他不喜欢合奏 而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他不喜欢合奏 而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好,他不喜欢合奏 一起演奏 而 而是 喜欢乐师 一个个 一个个 在这里就是一个一个的 单独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单独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单独 单独 他想单独 跟你谈一谈这件事情 他想单独 跟你谈一谈这件事情 而喜欢乐师 而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就是一个一个的演奏给他听 南郭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吓得浑身冒汗 南郭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吓得浑身冒汗 好,南郭先生得知 就是他知道 当他知道这一消息之后 这一个消息之后 这个个 可以不说 这一消息 就是这一个消息 之后 就是以后的意思 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 吓得浑身冒汗 吓 吓,他非常害怕 他害怕的浑身冒汗 浑身 就是全身的意思 全身冒汗 冒汗 就是出很多很多的汗 好,吓得浑身冒汗 他心想 丢饭碗还是小事 他心想 丢饭碗还是小事 好,他心想 就是他在心里面想 丢饭碗 丢饭碗 就是这个饭碗没有了 意思是说 他不能吹鱼 不能在这里吹鱼 没有工作了 就是丢饭碗 还是小事 这只是一件小事 要是落个七军犯上的罪名 要是落个七军犯上的罪名 好,要是就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落个七军犯上 这个君就是皇上 这个君就是皇上的意思 欺就是欺骗 欺骗皇上 犯上 也是不尊重皇上 这个上也是皇上的意思 好,要是落个七军犯上的罪名 罪名 好,那恐怕 在这里就是可能的意思 恐怕 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好,保不住 保不住脑袋 意思就是说 可能要处死 被皇上处死 好,不如溜之大吉 我们来看一下不如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不如我们明天去公园吧 不如我们明天去公园吧 好,这个不如在这里呢 是我们在说一个建议的时候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可以说不如 不如我们去公园吧 不如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吧 不如溜之大吉 不如溜之大吉 好,那就是最好溜之大吉 溜就是走的意思 离开 溜走 溜之大吉 吉就是吉祥 大吉就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吉祥 这样就没有事情了 好,溜之大吉 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不如溜之大吉 所以,趁着迷茫还没叫他演奏 所以,趁着迷茫还没叫他演奏 好,我们来看一下趁着 趁着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趁着迷茫 趁着迷茫时间 趁着迷茫还没叫他演奏 南郭先生就赶紧 南郭先生就赶紧溜走了 南郭先生就赶紧溜走了 好,赶紧 赶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赶紧 赶紧跑 我们快要迟到了 赶紧跑 我们快要迟到了 好,所以我们把赶紧 放在一个动词的前边 赶紧 赶紧跑 赶紧溜走了 好,溜走了 就是溜之大吉 赶紧溜走了 好,那烂鱼冲树这个故事 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读一遍故事 没有拼音 烂鱼冲树 战国时期 齐宣王非常喜欢听人吹鱼 他有一支三百人的吹鱼乐队 常常叫这三百个乐工 一起合奏给他听 这些乐队的乐工 都非常善于吹鱼 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当时 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姓南郭 南郭先生 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 就一心想混进乐队 于是设法求见宣王 向宣王吹嘘 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 最后他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 成为了乐团中的一员 可笑的是 这位南郭先生 根本不会吹鱼 每当乐队 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 他就混在队伍里面 学着其他乐工的样子 装模作样的 在那里吹奏 就这样 南郭先生 滥鱼冲树 混了好几年 和其他乐工一样 领到一份优厚的待遇 过着舒适的生活 后来 齐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 齐敏王继位 敏王同样爱听吹鱼 但只有一点不同 他不喜欢合奏 而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南郭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吓得浑身冒汗 他心想 丢饭碗还是小事 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 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不如溜之大吉 所以趁着敏王 还没叫他演奏 南郭先生就赶紧溜走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齐宣王的乐队有多少乐功? 齐宣王的乐队有多少乐功? 对了 齐宣王有一支三百乐功的吹鱼乐队 齐宣王有一支三百乐功的吹鱼乐队 后来南郭先生也混进了这个乐队 好 第二个问题 齐宣王喜欢乐功合奏 还是乐功一个个的演奏? 齐宣王喜欢乐功合奏 还是乐功一个个的演奏? 对了 齐宣王他喜欢三百个乐功一起合奏 齐宣王喜欢三百个乐功 一起合奏吹鱼给他听 好 第三个问题 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为什么想混进吹鱼乐队? 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为什么想混进吹鱼乐队? 对了 因为乐功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而且他听说齐宣王喜欢乐功一起合奏 他不会 也可以烂鱼冲树 就是他不会吹鱼 也可以烂鱼冲树 好 因为乐功拥有特别优厚的待遇 而且他听说齐宣王 喜欢乐功一起合奏 他不会也可以烂鱼冲树 好 第四个问题 南郭先生是怎么成为乐队议员的? 南郭先生是怎么成为乐队议员的? 因为他不会吹鱼 他是怎么成为乐队议员的? 对了 他见到齐宣王 向齐宣王吹嘘 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乐师 齐宣王相信了南郭先生的话 他见到齐宣王 向齐宣王吹嘘 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乐师 齐宣王相信了南郭先生的话 好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现 其实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现 其实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对了 因为齐宣王喜欢让乐宫一起合奏 南郭先生学着其他乐宫吹鱼的样子 装模作样的在那里吹奏 好 所以他们就没有发现 好 第六个问题 为什么齐宣王继位后 南郭先生溜走了 为什么齐宣王继位后 南郭先生溜走了 对了 因为齐宣王也喜欢吹鱼 但是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演奏 如果齐宣王让南郭先生单独演奏 大家就会发现 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齐宣王也喜欢听吹鱼 但是喜欢乐师 一个个单独演奏 如果齐宣王让南郭先生单独演奏 大家就会发现南郭先生不会吹鱼 好 所以南郭先生最后他就溜走了 溜之大吉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听懂了这个故事 也喜欢这个故事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